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从前不久开始我们增加了这个所谓的影音版 所以让我们这其实有一点点很看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喜的就是说可能可以接触到更多不同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 用不同的方式来接受我们的讯息收看我们的节目收听我们的节目 那但是一则以忧就是我发觉 我还要开始注意一下自己的打扮 有的时候我们以前在电视台的时候 有的时候只要就虽然要装扮 就是这样子上面这样注意就好 有时候因为来不及啊跑新闻啊 我们有时候在办公室里冲来冲去啊剪接实感 所以下面有时候有的人穿得很简单 比如说是运动裤或者是球鞋 现在有的时候每个人不一样 但是呢这个广播节目让我觉得很轻松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只要漏声音就好了 你可以很轻松很自在 甚至以前有人主持人长什么样我们都一直都不知道 那我大学时候有个很喜欢的那个节目主持人 除了那个余光之外 除了还有一个红小桥之外 还有一个叫做蓝青 我觉得听说朋友可能太年轻的话不记得 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你知道吗 不过也很好 存着一些美好的想象 有一些非常非常 当然李济准后来都在电视上节目都出现 所以就比较都后来都知道 可是那种广播节目始终有点让人家幻想的空间 雅艺老师现在已经都不用让人家幻想了 对我觉得我觉得其实也各自有各自的那个了 有各自的优点了 就是说声音永远带来很多的想象 但是看到脸也许会有一些更具体的一些认识 跟不同的观感 对啊因为我们觉得沟通的很大的一个工具 在身体预言不只是在声音的感觉 声音的内容 其实还有包括我们的 眼神的接触 对眼神的注视 所以老师这个一向都是叫我们这个传播的 对这一定非常有研究 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尽情的用多重感官 我就说多重感官去沟通 那么今天在我们的身心灵成长时间呢 要有雅艺老师帮我们再做一些 借着新闻或者是借着一些专题文章的分享呢 然后跟听众朋友做一些比较深度的探讨 因为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子的 刚刚讲到专栏文章 已经在这种资讯庞杂的时代当中 除了有假新闻 破碎话等等或者是片段的观点等等 我们觉得很多时候是需要解读 倒读的 对不对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 借着我们的非常努力的 我们的执行制作之一 我们有好多执行制作 做这个节目真的是大家都很努力 有这个爱安 有秀琳 还有余佩颖 现在还多了两位 那个camera person 我们还这个 帮我们余佩颖找了一个 三个新闻主题 一个就是在经周刊 我们最新一期所说出来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叫做谢气化 那其实帮我们找了三个主题 我先大概说一下 一个就是谢气化 是不是比发牢骚更容易交到朋友 这就是回到我们刚刚讲到的 沟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小技巧 以前都不觉得 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 直到有人 这是金周刊在这一期当中 给我们的分享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面对空旷摇滚区如何自处 这是亲子天下九十期 也是这个月的最新文章 当中有一位叶秉成 大家都知道 他是翻转教育的专家老师 在台大教授叶秉成 跟我们分享的 这有感而发 前一阵子不是那个 老师记得吗 那个李嘉童教授 去给毕业生讲话 对他们的态度 让他非常的不舒服 对这个我要保留很多时间 给亚丽老师分享 因为亚丽老师就是老师 经常面对空旷摇滚区 就是说其实是最中间 最前面的那一排 始终都是 好像是大家都不愿意去做 不只是小孩 我觉得很多大人去开会的时候 对老师的授课 最没有人做的就是摇滚区 跟音乐会非常不一样 对音乐会 摇滚区在音乐会里是非常值钱的 但是老师要讲课的话 摇滚区是一个地雷区 所以几乎所有的学生都都闪躲 像李嘉童教授他刚刚讲的 但他之前就是看到那个他在制 就是毕业生给毕业生讲话的时候 就稀稀落落的 然后甚至好像没讲多久 是不是已经走掉一半了 对他很多的观点可能学生不同意 听说还有一些虚声或者是什么的 那我觉得现在小孩子 当然了等一下请雅艺老师再分享 那么第三个主题呢 这也是一个最近非常非常受到重视的题目 就是要怎么样教孩子身体权 身体权 这也是跟我们前一阵子 因为房思期 就是不是房思期 就是李亦涵 他的写了一本书 然后包括他个人的亲身的事件 不幸事件 让我们引申出来的一些接续的话题 跟前面没有什么直接的相关 但引申出来就是希望 让所有的人 包括父母亲 包括老师 能够在什么机会点上呢 去教导孩子 怎么样子保护自己 重视自己的身体权 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 真的是不能够刻不容缓的 从小孩子 我觉得一生下来 都应该要去 学习的课程 所以我们今天先休息一下 会来继续聊